大中小城市为啥一定要协调发展 我国的城镇化是个复杂工程 可不能无底线地乱来 中央也一再强调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要协调发展 那么怎么才算是真正的协调发展呢 咱们今天就好好的了解一下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典范 一个是长三角一个是金经济 首先看长三角 以上海为核心 下面有杭州南京苏州等好几个经济规模 万一以上的二级城市作为股价 这些二级城市之间有竞争有合作 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 协调发展方面是属于比较成功的 而金经济呢 除了北京天津以外 其他都发育不足 所以人才资源等全往金经济中 造成了河北产业结构失衡 高端产业更是无从谈起 中央只能靠建设通中雄安这样的新城 用规划弥补断代 金经济城市群在协调发展上 还有待提高 大中小城市想要协调发展 咱们首先得明确 不同规模的地区在发展方向上 有着各自不同的任务 一线城市的任务是啥 拼综合素质 是PK纽约 伦敦 东京这样的世界名城的 中等规模的二级城市呢 应该要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得苦练内功 发展经济 而小城镇的任务 则是在众多城市之间 找准自己的定位 创造机遇 发展特色 如果能做到一招先吃变天 那你肯定就赢了 国务院参事求宝鑫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总结道 本来是经济上可以持续 生态上可以持续 人们的幸福感可以持续的 这样一种大的经济体力 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是金字塔风 也就大城市了了几个 中等城市数量相当大 然后小城市一大堆 凡是出现这样金字塔风部的 实践证明 社会经济都是可治愈的 这可是城与城 城与镇之间 协调发展的真理 您要是还不信 我给您再举个例子 阿根廷知道吧 30年前也号称世界第八大强国呀 现在呢 居然成了三流国家了 为啥 阿根廷就是把人口资源等 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 结果造成了核心城市弹性太差 当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大量城市人口失业 城里无法生存 乡下也回不去了 结果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 经济严重下滑 而我们的城乡结构和发展理念 就能有效化解这种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们一些企业也面临订单减少开工不足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农民工不怕呀 厂里没活干了 那我老家还有地种呢 先回去种地 至少咱饿不着 等什么时候危机过去了 生产恢复了 咱再出山呗 这会儿您应该明白了吧 正因为我们的城乡发展是双向的 协调的 所以才具有坚韧无比的强大弹性 才能够有应对各类意外的能力 央视财经威奖堂 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那个事